大家好 我是Francis 歡迎來到Napcon成都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 VTO電子上海有限公司的產品經理 Coco張隱章小姐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這樣 首先我想請你介紹一下 就是這次你們帶來的這個 Paramax的這樣一個 回流汗的高校駐汗機管理系統 稍微介紹一下它的特徵 OK 我們的駐汗機管理系統 因為客戶在使用回流汗爐的過程中 他們會覺得處理殘留的駐汗機 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你不得不面對它 但是它又是一個非常痛苦的解決過程 對 然後我們有很多客戶 因為BTU它的客戶群是比較高端的一些客戶 好多客戶都會使用氮氣的爐子 氮氣爐子相對於空氣爐子的話 它更密封 那麼這就取決於對客戶來說 它要解決就是在這密封環境中 怎麼樣來吸收駐汗劑 能夠讓空氣的 同時它又能夠把使用過的氮氣 再進化之後 重新再回到爐子裡重新使用 同時又能節省氮氣 那麼我們的駐汗劑回收系統 我跟客戶聊起來 他們都覺得就BTU的駐汗劑的清理過程 是最最方便最最有效的 但是同時呢我們的客戶 因為好多客戶都是半導體工裝的 然後他們對於環境的捷徑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我們還是在原來非常 口碑非常好的設計上面 就進行了一些優化 對然後呢 現在我們的那個駐汗劑回收系統 它能夠在同樣的容積下面 能夠吸收更加多的駐汗劑殘留 然後呢能夠使客戶的保養時間延長 我們應該可以延長多少 最高能夠延長到50% 所以對我們廣大的就是比較高端的客戶 尤其是半導體客戶的話 就是一個福音 然後他們的返購非常好 這款產品賣得非常好 你們已經出來多少時間了 這款產品 這款產品是去年出來的 優化好的那款產品也是 對是去年出來的 然後呢 但是這第一次在西部地區展出 不過我們倒是有幾個西部客戶已經開始使用了 這款產品 對他們的表配都非常好 對他們的表配都非常好 那你們這次增加了這個Winkong 5.0的優勢 你可笑為這個給我介紹一下 Winkong 5.0 對 這個好像是一個實際算機的 對 它是一個軟件 它是控制回流和過程工藝的這個軟件 那麼等於說就是 操作員它是通過操作這個 電腦上的Winkong這個介面來操作這個爐子 那麼這次我們我們推出了5.0 它那個 它可以跟Windows 7兼容 然後呢 它還有增加了很多 比如說 刻刻操作起來更加便捷的一些 一些 這些介面 對對 然後 它最最主要給大家帶來的一個 一個優點呢 是 大家知道我們去年 開始推出了雙軌雙速的系統 對 兩個速度 兩個速度 然後 大家如果去我們展台可以看到 就是你在一個 界面上可以看到兩條溫度曲線 那麼對於客戶來說 雙軌雙速系統 它能夠在一個爐子裡面 同時生產兩個不同的板子 然後來達到兩種板子需要的不同的溫度曲線 那麼這次Winkong 5.0的推出呢 使得 如果一個 一個通道在運行的時候 另外一個通道可以調整 不影響我們另外一個通道的運行 這個完全分開的感覺 對 我們就是說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 完全的獨立的 等於是 兩條軌 對 其實跟用兩個爐子 是一樣的 就是從過程控制來說 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你用了一台爐子 你用了一個墊 一個 一個 整合起來嗎 變多了 而且非常的 在能源上非常有效 佔地面積也非常小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這次不是已經 過來了嗎 就是作為這次的西部的第一次展示 過來了 然後你也剛說 你們有客人 已經開始用你們這個 新款的優化過的系統 像對你們BTO來說 你覺得西部的發展 是成一個這麼樣的實施 這樣 製造業的發展 你們是怎麼看 你們的是這樣的事 是什麼 我們 其實我們BTO 我們從銷售戰略來講的話 我們進BTO 已經 進西部 這塊區域已經有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我們都非常注重這塊 從國發展的這樣一塊區域 所以我們可以說到現在為止 BTO 在西部的這塊市場佔有率是很高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跟著我們客戶到這邊來的 包括英特爾 英特爾過來 我們也過來 然後包括MFlex 我們都直接過來 然後跟進 從他們第一次開始生產 就開第一條生產線 我們就開始跟他們跟進 而且就是我們 包括我們 我剛才也跟我們那個銷售總監在聊 它其實包括去年 可能可以花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在這塊比較大的區域 你們這邊有office? 我們沒有office 我們沒有office 但是我們有幾個代理 代理在這邊 對 然後大客戶 像英特爾 像MFlex 這樣的 我們就直接會做直銷 那麼 我們放很多精力在這塊地方 因為就是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們有很多客戶 他們從其他的區域 華東華南 移到了西部 還有一塊呢 是因為我們特別看好西部這塊區 因為將來西部這塊地域非常廣闊 然後包括我這次看成都 這個整個市容 跟我兩年前過來 我覺得變化非常非常大 對 差停速度是上海趕不上的 就是上海深圳已經是非常的 就是 已經是發展好的 對 然後這塊前景非常大 所以我們也非常看好 然後我們也跟客戶就是 就是 就是 活動得非常好 根據他們的發展情況來 針對 調整你們的戰略 對 調整我們的產品戰略 還有銷售戰略 那就是說 如果以後 如果更誠實的話 也有可能會 辦 辦公室會在這邊 開一個辦公室節目 對對對 我們一定會考慮這樣的可能性 對 因為西部越來越重要 好 謝謝你 謝謝